叶青同志 我向你发出正式邀请 来我们深海研究院工作吧 我请你当首席科学家 我的老天爷啊 妹夫要起飞了 我们老林家找了一个首席科学家女婿 这牛能吹三辈子了 叶青却无动于衷 没有表态 说一下 每个小说都有喜欢看的朋友 和不喜欢看的朋友 不喜欢的朋友 直接划走 别急急歪歪的 俺们一天很忙没时间 和你一个不喜欢这个小说的人辩论 谢谢 还等什么 赶紧答应人家 我这个女婿 磨磨蹭蹭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啊 真是急死个人 此时董鹏比谁都急 全国的传播研究院 可不止深海一家 若是被其他人 发现了叶青这个人才 抢了去 他哭都没地方 叶青同志 难道我的条件你不满意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 振兴龙国 抢我国威 是我身为龙国子民的荣幸 但我要带着妻女一起回城 他们没有城市户口 这都不是事 你放心吧 只要你同意 现在我就跟你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谢谢董院长了 我愿为祖国效力 当晚 董鹏一行人 借宿朝阳沟 叶青去哪 董鹏跟哪 跟个老小孩似的 嘴跟机关枪样 问个不停 叶老弟 人才难遇 知音难觅 再聊一会 你这么早就要休息了吗 大晚上不睡觉 跟你个糟老头子聊天 我有毛病啊 回家搂着媳妇睡觉 他不香吗 叶老弟 你这才多大年纪 就天天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 行吧 反正有的是机会 老头 俗话说 三十亩低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工作很重要 对我来说家人更重要 我先回家了 现在妻女就是我的命 我总不能跟你说 上一辈子 我的那些畜生是吧 叶青 你回来了 依依呢 在咱爸家 爸说明天咱们就进城了 她有点舍不得孩子 叶青 我要是跟你进城 那个陈小红 会不会找你的麻烦 她要是再敢作妖 我饶不了她 时间不早了 我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春宵一刻值千金样 第二天一早 几乎整个潮阳沟的村民 都来送别 废物女婿 现在不一样了 是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 了不起了 董院长 身上带了多少钱 借我佣佣 回头还你 需要多少 一千吧 妈 你们别委屈了自己 想吃什么就去买 等我在城里安顿好了 就来接你们一起去享福 我们花不着 你们比我们更需要 妈 您收下吧 我们才花不着呢 一时住行 研究院全包了 对吧 董院长 这个叶青 不仅有天才般的超强大脑 还有一颗孝顺的心 这年轻人真是少见呀 他为什么不是我女婿呢 这钱俺们不能要 你有这个孝心 我们就很高兴了 你只要照顾好 林静和依依就行 爸 这钱您一定要收下 这些年如果没有您 我活不到现在 咱们一家对我的好 我一直记在心里 等安顿好了 我就来接你们去城里享福 看来我这个女婿真是变了 值了 出手就是一千块 我咋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女婿 这样的女婿我也想要 听院长说 有一位大人物要立临研究院 已经过了下半点 全体员工都没回家 都在大门口排队站着 恭敬地等着那位大人物 到底是哪位大人物 还来不来呀 我还要回家给孩子做饭呢 真是急死了 院长回来了 大人物到了 大家快打起精神 最尴尬的是 董鹏发现 叶青一家三口已经睡着了 他也不好意思打扰 院长 大人物在哪呢 都别吵 他还在车上休息呢 你们先回家吧 等了这么久 等了个寂寞呀 还在车上休息 任都到了就不能下来 就是啊 早知道就不等了 卫生也白打扫了 这普百的可真不小 众人离开后 老唐 咱们也是老搭档了 跟你说句实话 我从当上院长以来 从未像现在这般轻松过 有了这小子 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老董 万一夜清 狮子大开口怎么办 越是天才 要求可是越高 事业越多 越难伺候 盟国的海军实力 还不够强大 海军等不起 国家更等不起 为了国家 他提再高的要求 我哪怕是豁出这张老脸 也会去军部申请 是啊 国家等不起 老董 我现在都觉得不真实 一个人 一个月 几百万个数据 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在这时 叶青也下车 怎么没叫醒我 叶老弟 招待所那边 我已经让人开好了房间 你们一家三口 先在那住着 叶青点了烧鸡 猪蹄等一大堆好吃的 爸爸 鸡腿好好吃 一口咬下去 满嘴都是油 爸爸 依依明天还想吃 依依 别乱说 这得多少钱啊 只要我闺女喜欢 爸爸天天给你买 爸爸真好 这里的墙好摆好干净啊 还有那床单和被子 好白 那爸爸以后 也给你买一座这样的房子 爸爸真好 依依好喜欢爸爸 在城里买房子 林静可不敢想 他只想 能一家三口在一起就足够了 不计刀 我相当于都